美国南部边界的难民中心条件恶劣 遭到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的谴责 美国垂直农场不断地扩大 高效高产减少碳排放 另外纽约市大停电 著名乐团街头演奏 为民众带来欣慰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万花图 我是叶凡 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事件 7月13日 不夜城纽约的部分地区 在日落时分开始了至少三个小时的停电 卡内基音乐厅被迫疏散乐团 但是迁徙合唱团和管弦乐队 却到卡内基音乐厅外 为聚集的人群表演 为陷入黑暗的纽约和无法正常游览观光的人们 带来慰藉 停电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影响到迈哈顿部分地区的正常生活和运行 这次停电恰巧是纽约市1977年大停电的42周年 为纪念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 纽约加士德于7月18日举行名为大飞跃 庆祝阿波罗11号太空探索50周年的拍卖活动 大约200件意义非凡的珍贵物品参与拍卖 最受关注的拍卖品为阿波罗11号登月舱的航行记录册 这本手册曾跟随英号登月舱降落至月球表面 并由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在登月后撰写注释 它的估价为700万至900万美元 拍卖品还包括一些有关当年登月任务的签名照和物品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发射升空 7月20日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相继登陆月球 阿姆斯特朗由此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 他激动地说道 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 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大步 由沃尔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制作出品的 《真诗版狮子王》7月1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并将于7月18日北美上映 新版狮子王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颇受好评 上映首日票房破译 这部影片将重启影迷对1994年同名经典动画片《狮子王》的回忆 旧版《狮子王》自1994年上映以来 凭借立体的角色 感人之深的故事和精良的制作 深受影迷们的喜爱 被认为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的顶峰之作 此次新版《狮子王》场面恢红 凭借华丽逼争的特效制作 画面质感远远超过25年前的旧作 故事中的父子深情 患难友情和真挚爱情感人至深 美国在南部边界关押了大量的难民和移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批评说 难民中心的条件很不人道 甚至是骇人听闻 特别会给儿童的健康成长 带来严重的影响 不过特朗普政府说 当局已经增加了医疗服务 来改善居留中心的条件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难民中心的情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 被关押在德特萨斯州居留所内的移民 正在受到特朗普政府非人道的待遇 正如美国国土安全部自己所揭示的那样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公署 对在美移民儿童和成年人的居留条件感到震惊 他的评论是指最近几周 由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图像披露了居留中心的条件 居留所里人满为患 一开始就把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分开 显然也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医疗保健 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 居留儿童的做法也会对他们的健康和成长 产生严重影响 而在这种条件下这是最糟糕的 有超过50万人跨越我们的南部边境 主要的越境人员以家庭为单位 或无人陪伴的儿童 或者单个成人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周日 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 为该机构的对应措施辩护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 自从12月30号我们上次谈到这个问题时 我们整个边境范围的居留设施中 有20个医疗服务提供者 现在我们有200个 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 虽然称边境管理为主权问题 但也表示美国必须遵守国际法 不幸的是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是基于侦查 拘留和迅速驱逐移民的政策 而不考虑他们的人权 这似乎被视为一种阻恶政策 但这完全违反了国家的人权义务 根据墨西哥政府的数据 自1月份以来 美国已将超过16000名中美洲人 送返墨西哥 等待美国移民法庭的听证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新泽西州说 拘留中心的一些人 来自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 他们现在感到比他们逃离的国家 要更幸福 目前状态好得多 特朗普称这些拘留中心是最棒的 并说他希望新闻媒体能去采访 美国各地的大型垂直农场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推动这项新型农业 硅谷的垂直农场风雨公司 最近为新农场剪采 这个新农场可以为100多家超市 提供绿叶蔬菜 风雨的这家垂直农场 离开旧金山市中心只有半个小时 这个最新落成的垂直农场 虽然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却可以为100多家超市提供蔬菜 而风雨公司原有的农场 只能供应三家商店和几家餐厅 风雨公司向媒体展示新农场时 允许记者参观 可是不许摄影机进入 风雨说这是为了保护商业机密 机器人先把种子 种进挂在屋顶上的长形容器中 然后移到成长屋 在这里10天后蔬菜就可以丰收了 风雨公司说 这个农场的产量相当于 大约250倍土地面积的产量 垂直农场不仅大大减少了 土地面积的使用量 而且用水量也只有传统农场的5% 同时自动化大大减少了 劳动力和碳排放量 由于是室内种植 所以不用担心洪水 干旱 热浪或者严寒的袭击 虽然机械化 电动化和位于市中心附近 都是一笔很大的成本 不过 风雨公司坚持说 他们的产品价格仍然具有竞争力 我们是有机产品的竞争者 我们还在努力地为超市提供 更多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一些大型垂直农场说 LED灯价格下降 自动化提高都会降低成本 最终会让这种高科技农场 为大量超市提供农产品 另外 垂直农场 还有生产快速的优势 两年前我们利用瓢虫等益虫 来消灭进入系统吃蔬菜的害虫 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些了 我们不用杀虫剂 甚至不需要瓢虫了 因为我们生产的速度 超过了害虫成长的速度 垂直农场不仅硅谷方形为爱 美国东部纽约市的宝蕊农场说 它已经为几十家超市提供农产品了 而且即将投产的一个新农场 将把供应范围扩到几百家 新泽西州的空中农场也说 去年建成了本公司最大的农场 把原有的农场扩大了一倍 新型农业的前景吸引了不少大投资家 风域公司已经集资2亿美元 投资者包括软银集团 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 和前Alphabet公司总裁埃里克·施密特 不过AG Tech的投资人迈克罗斯说 垂直农场成本高昂 不一定适合所有地区 如果在所有的食品都要进口的中东地区 在那种特殊的气候下 在没有阳光的室内 利用太阳能光束是合理的 如果在中国高达1亿人口 极端拥挤的城市里 你就要把垂直农场建在市中心 因为供应链会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味道的问题 名人厨师南希希尔维顿 最近受邀加入风域公司 烹饪顾问委员会 刚开始他很怀疑蔬菜的味道 我原先无法想象 在室内墙上的蔬菜会有任何味道 可是在参观快结束的时候 尝了这里的蔬菜后 我心服口服了 垂直农场说通过控制光谱 有时多一些红色 有时多些蓝色 可以控制食物的味道 风域公司表示利用这个技术 他们种植出了这些完美的草莓 希望今后为顾客提供 不需要阳光的新鲜农产品 虽然电脑可以代替人 做很多的事情 甚至可以创作艺术 不过对一些艺术家来说 电脑不能取代的是 艺术里包含的爱 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前一直想知道 这门艺术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怎样让人物动起来 活起来 这一直是我热衷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跟你讲的 故事中的人物 康姆和杰瑞 粉红豹 兔巴格和威力郎 都是疯狂曲调中的人物 我是布偶宝贝的创作人之一 这里有四只奇怪的乌龟 生活在下水道里 爱吃披萨饼 是的 我画这些画的时间 比你年龄还大 我的工作就是逗你笑 这有多酷啊 我叫盖伊吉尔克里斯 是吉姆亨森制作组的动画师 我还有很多很多头衔 我一直说我没有上过艺术学校 直接去工作了 我完全沉浸在创作这门艺术中的 一切事物中 不管是音乐 讲故事 还是画画 我发现有个叫做 卡通艺术博物馆的地方 他们准备举办布偶秀连环画展 吉姆和他们的伙伴 拒绝接受任何人的作品 他们就要失去史上 最大的连环画发展项目了 我就不停地记笑 一年后 电话铃响了 是杰瑞朱尔打来的 他是《大青蛙不偶秀》的首席作者 他给了我这份工作 《大青蛙不偶秀》是我们大家的 这些人物有非常鲜明的个性 多姿多彩 代表了世界上的各种人物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可能会吵架 可是团结起来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都有点怪 你知道吗 超酷的 我很老派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铅笔 毛笔 墨水 染料 颜料 水彩 你能想到的各种东西 都是画家们自古以来画画的东西 我就是用这些 我最爱的卡通或者漫画 就是我现在正在给你画的 这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是我的最爱 我小时候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位了不起的妈妈 她教我怎样画画 还有我要画画的欲望 我有能力为你画画 得到的回报就是爱 你知道吗 一个微笑 有时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世界 让人微笑 让人开心 就会让我开心 老实说 我从心底感谢你们 让我成为一名最幸运的人 制作面具需要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思考佛教哲学 冥思 这给了我灵感和安宁 我叫甘酷雅格纳萨格 我在制作蒙古传统宗教仪式 茶马舞的面具 我在蒙古出生 2002年来到美国 1997年 我制作了第一个面具 白发老人面具 然后我决定制作108个面具 我花了10年时间 在2007年完成了所有 茶马舞仪式中的108个面具 茶马舞是1811年到1937年间 流行的蒙古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苏联进入蒙古 开始什么红色革命 蒙古舞就消失了 也意味着800多座庙宇被毁 包括很多佛教物品 这期间很多面具也被破坏了 我很想重新制作108个茶马舞面具 每个面具代表各自的角色和作用 比如白发老人让你长寿 代表智慧 经验和毁人不倦 我戴上这个面具跳舞的时候 努力通过动作和舞蹈 来讲述这个故事 在制作面具的这10年间 我的家人和朋友 都来帮我制作 这108个面具的服装和一些配件 我母亲是非常有名的裁缝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人 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我自己也进了艺术学校 制作面具时 我用这种纸 制作面具不容易 工序很复杂 需要长时间坐在那里 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思考 这个面具代表着角色 我创立了伯克多汉演奏团 这是一个舞蹈音乐团 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演出 去过全世界50多个国家 大部分是去节日剧院和博物馆演出 我希望通过我的艺术创作和面具 向全世界介绍蒙古文化 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除了我的面具之外 我还有一个梦中项目 叫做世界和平之塔 我希望建在华盛顿特区 如果人们内心是愉悦的 和平的 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和平 这是佛教哲学 这是我们的需要 是每个人的需要 因为我们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是我们唯一的家里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医生说应该更加广泛地使用 缩小胃部减肥手术 另外我们还要去参观 据说可以让你逃避 终极灾难的幸存公寓 请继续锁定美国网话筒 除了健康饮食之外 缩小肠胃手术 也可以让那些严重肥胖的人 减轻体重 恢复健康 这是一个剧烈改变人生的过程 通常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做 不过现在一些医生提出 应该更加广泛地做这个手术 甚至在病人变得严重肥胖之前 就要做 二十多年来 肖恩·罗杰斯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体重 他的糖尿病一直在恶化 仅仅通过节食和注射胰岛素 我永远无法减掉 我必须减掉的体重 无法改变整个循环 让糖尿病得到很好的控制 稳定血糖的胰岛素 会让人感到饥饿 使他们更难减肥 但是减肥手术是昂贵的 在美国 即使病人的糖尿病 无法得到控制 医疗保险公司也不会为病人 支付此类手术的费用 除非病人的身体质量指数 达到至少35 身体质量指数BMI 是一种基于身高和体重的 身体脂肪的测量方式 它并不能完全显示 病人对糖尿病治疗的反应如何 身体质量指数 身体质量指数并不能公正 准确地指出谁应该接受治疗 俄亚俄州立大学的史戴西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表示 评判是否应该接受手术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没有接受手术的病人 我们很清楚 如果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他们的病情会恶化 寿命会缩短 美国医学协会将肥胖归类为一种 需要医疗护理的复杂慢性疾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肥胖还会导致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 没有人会要求癌症或心脏病患者 自己治疗自己的病 患者必须参与护理 做正确的事情 但同时也要给这些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 手术后 罗杰斯的体重减轻了很多 糖尿病也得到了控制 他不再需要口服药物 他的胰岛素从每天进500单位 降到了大约10单位 他极端地改变了我的生活 你知道我愿意把它推荐给所有人 糖尿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超过4亿成年人 也就是每11人中 就有一人患有这种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这一数字将在不久的将来显著上升 如果糖尿病患者在早期进行了减肥手术 他们是可以治愈的 对于那些患有糖尿病10年或10年以上 需要注射胰岛素的人来说 这种手术不会逆转他们的糖尿病 但布莱特·豪威尔说 它可以极大的改善他们的健康 地震 洪水 龙卷风 现代人还要面对毁灭性的核战争的威胁 那我们要怎样防患于未然呢 今天我们要去参观一种生存公寓 可以让屋主在内里隐居五年之久 美国堪萨斯州中部某处开阔平原 有个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小秋 入口处有身穿迷彩服 克枪实弹的警卫 停车场上停放的是防弹装甲车 小秋上遍布高倍监视摄像机 还有狙击枪塔 如果您猜这是一处军事要地 您只对了一半 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里曾经是安置晴天神 Atlas 洲际核弹道导弹的导弹井 导弹井在厨艺之后 被地产开发商拉里霍尔买下 这里原来是晴天神洲际弹道导弹井 结果强度非常令人惊讶 造一个成本高达1.2亿美元 导弹井厚达9.5英尺的 特殊钢筋水泥外墙 可以抵抗核爆攻击 还依旧安然无恙 拉里霍尔认为这个废弃的导弹井 应该用来保护人 所以动工将它改造成 深入地下14层的末日生存公寓 地下14层的生存公寓 由一部电梯通往各个楼层 里面的娱乐设施堪比一般地面上的豪华公寓 有75英尺长的灶井游泳池 健身房 电影院 狗公园 以及攀岩设备等等 除此之外 生存公寓的设计墓地 是让所有的居民 能够完全与外界隔绝 自己自足 在里面生活长达五年以上 我们有五种不同的电力来源 一旦我们脱离地面供电网 我们自己有两具柴油发电机 有锋利波轮机 还有蓄电池组 食物储藏楼层里面 堆满了可以长期储存 各式各样的罐头食材 以及原料 在鱼菜养根共生区 Aquaponics Farm 还能提供新鲜的蔬菜 以及鱼类食品 现代化的教室 解决了子女受教育的问题 而高科技的电子窗户 舒缓了许多人 对长期居住在地下的恐惧 如果你想在纽约、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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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纽约市 如果你要看到纽约市的春夏秋冬 你可以感觉到像是住在纽约市 如果你想住旧金山 中国或者任何地方 我们用高清摄像机 录下24小时电子窗户的内容 生存公寓一层约1840平方英尺 售价300万美元 半层约920平方英尺 售价150万美元 全部现金交易 银行不接受贷款申请 目前已经全部卖完 公寓内的装潢与厨具用品 都属于第一流档次 许多屋主现在把这里当作是度假房 每年过来小住几周 雷顿以及卢克 是公寓内的两位小住户 我感觉很特别 因为没有人能到地下导弹井内 还可以做攀岩运动 住在这里感觉不像住在地下 好像是住在一般房子里 很多人认为我们靠推销恐惧赚钱 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说 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认为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如果说霍尔的生存公寓销售对象 是高端客户族群 在美国犹他州沿湖城的迈克·彼得斯 它打造类似功能的终极地堡 Ultimate Bunker可以说是走平价路线 它根据客户的需求 用钢梁及钢板在工厂内 把地堡及楼梯铸造好 然后在客户指定地点 挖坑将地堡埋到底下 打造一间2000平方英尺的终极地堡 要价约50万美元 每次只要有灾难发生 电话就响个不停 人们要求定制防范特定灾难的 中级地堡内部有厨房 浴室 空调 网络以及电视 等一般住家该有的生活设施 地下隔层可以储存一年的食物及用品 当然不可或缺的装备 还有这个能够过滤盒子 生物 以及化学武器攻击的空气过滤器 彼得斯说防范核弹攻击 是每个客户对地堡的基本要求 他们感觉在某一时刻会有攻击 核子武器的攻击 彼得斯在三年前开始这个终极地堡事业 到今年业绩已经成十倍增长 他今年的工作计划已经完全排满了 而霍尔的第二栋豪华生存公寓还在动工 不但增添了许多新的设施 而且更大更豪华 目前一半以上已经卖出 甚至有买主要求用现金买下整栋生存公寓 这类型的建筑开始畅销 间接反映出有能力的美国人 已经在为所谓的世界末日做准备 如果状况真的发生 可以想象的是 当这扇大铁门在封闭五年后开启时 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存活下来的人将有一条艰辛的路要走 节目最后 Amy Ray是美国著名的民谣歌手 她正在为她的第九章专辑做巡回演唱 请听她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 Sure Feels Good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我是叶凡 谢谢收看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ut it sure feels good Anyway I'm gonna tell them boys Don't be a drag Aain't you tired of fighting About the damn world flag Well it ain't southern crime It's just solo hate And I know From the mommas It's real better than that Every time I call Well you have my back Some time for muddy buddies And it's all a glass of sweet tea I know that you don't lie me But it sure feels good Anyway It's real better than that That's not quite good Maybe Was it You kinda You could We're But it's real You You There っ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